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英文认识英国 英文是从维基板课再录下来的 也很长 所以这一篇讯息量很大 也有一定的难度 可是对于大家的英文程度会帮助很大 所以我一个句子 红色 一个句子 蓝色 这样交叉的比较清楚 那 绿色字是动词 动词是句子的灵魂 我再把它标出来 可能你觉得奇怪 怎么有的句子 一个动词正常有的两个 或两个以上 因为一个句子可以有两个 或两个以上 主要是用列阶词 或者分号等等 然后底线 底线就是要断句 因为外国人写句子有时候 有句子短 有句子很长 就是单字很多 字很多 所以我们要分开念 有助于我们对句子理解 或者我们在念的时候 可以喘口气 所以我都是一段 一段有的一段就很长 先念一遍 所以你也可以听听 看不看懂意思 以及发音 还有段句等等 然后再来解释它什么意思 另外一个好处就是 顺便也了解英国 有时候你觉得意思好像跳 因为太长了 所以我只挑重点 中文篇 我有情况 一段海 这些事情存在 對歷史冥最重要的United Kingdom 而它是一國的一國的一國 越南 南 北 東 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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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的一國 自新的國東 內 中 中 國內 東 南 南 南 中也有一個簡單的一國的一國 首帖 北 北 北 南 南 北 南 南 北 卵 Irels. Northern Ireland增加了一个国防IC像。 否则,的话,是从中海这样 controls。 这边边通过,西 Mr基础 Dank小川,西河池和西河池。 ubs因着以 productions将唐厕我创布宇比 香港和南橘ühl妇宝。 with an estimated 20-23 population of over 68 million people 如果你这样看一看 你可以完全了解意思就已经不错 因为程度不错 而英国呢 我们不能讲英格兰 那只是英格兰 正式名称是联合王国 就是WATN 联合王国 以及它是叫WATN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 它正式的名称是这样子 Company Loan就是普遍为人所知道 就是UK 可以检写UK 就是United Kingdom 就像美国是USA United States America 你也可以检写USA 也可以检写US 也可以检写States 也可以检写America 或者更简单 所以你要全部讲就很长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简单一点就是United Kingdom 或者UK 或者Burden 所以有四种讲法都可以 所以正式的文书就全部写 如果口语上就讲UK 或者United Kingdom 或者Burden 它是一个欧洲的国家 看去也可以是国家 也可以是乡村 二就是远离 没有上班 人不在的意思 就是在西北 我们中文是西北 英文是北西 在西北海岸之外 就是欧洲的 你看地图嘛 英国在欧洲大陆 各个印记内海峡 在西北 西北方 就远离西北海岸的意思 就是Continental Manager 欧洲大陆 它包括了英国联合王国 包括英格兰 这边才是英格兰 我们讲英格兰 不是英国 英国是四部分 包括英格兰 苏格兰 乌尔斯 跟北爱兰 所以英国的西边 那个一个大岛 就是爱尔兰 爱尔兰 本来是一个独立的 但是 后来它这个北边六分之一 就是属于英国 所以它已经在那边叫北爱尔兰共和国 那边 不是啊 就是北爱尔兰 但是那边一直想到独立 以前非常选心 英国镇压它 这英国呢 包括了大不列颠的本岛 就是英国大岛 还有爱尔兰的东北方 还有许多小岛 在这个 爱尔兰跟爱尔斯 都是岛 但是比较大一点的岛叫爱尔兰 就是英国有另外很多小岛的名字 那北爱尔兰呢 跟这个 就是跟英国共同相有一个 这个 跟那个 爱尔兰共和国 这是 陆地上连接 因为它本来就是爱尔兰嘛 可是北爱尔兰是属于英国的 所以它跟爱尔兰共和国当时相接 土地相接 陆地相接 另外 其他的部分呢 英国呢 这个正式名称是联合王国啦 但我们还是喜欢 中文还是喜欢讲英国 它被什么包围呢 被这个 大西洋被害 英吉利海峡 塞尼克海 跟爱尔兰海 它四面还海嘛 所以英国的总面积啊 是242万平方公里 所以这个 英 英国式写法跟美式写法不一样 它常常 不是TE 是TE 英国是年kilometer 美国人有的年kilometer 有的年kilometer 或者是93万多平方公里 SQ是square 平方 这平方英里 M I 是 miles 平方square miles 然后估计啊 大概到2023年就今年了 它的人口 超过 欧日是超过 六千八百万 明年是百万 六十八百万就是六千八百万人 不算多啊 不算很密集啊 第二段呢 The United Kingdom is a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and a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It's capital in the largest city is London The capital of England a global city and financial center with a population of over 14 million people Edinburgh, Cardiff, and Belfast are national capitals of Scotland, Wales, and Northern Ireland respectively Other major cities include Birmingham, Manchester, Leeds, Glasgow, and Liverpool Scoreland, Wales, and Northern Ireland have their own devolved governments Each with varying powers The UK became the worst industrialized country and was the foremost power during the 18th and early 19th century A period of unchallenged global hegemony known as Pax Britannica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UK remains a great power and has significant economic, cultural, military, scientific, techn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fluence The UK has the worst 6th largest economy by nomin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and the 8th largest by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It is a recognized nuclear state and is ranked fourth globally military expenditure And as of 2022 has the highest total military spending of any country in Europe it has been a permanent member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the first session in 1946 这一代是英国啊 它是一個一個constitutional憲法的一個均主 军主立宪 国家以及国会 国会民主 他有军主 军主是虚伪人手 民意上的领袖 然后Parlamentary是国会 以前叫 百利门 百乐门 国会的民主 英国的首都 跟最大的城市 是伦敦 像《冰火》 《权力之歌》 他那个小说 以及电视剧 他就是以英国 为一个雏形 那伦敦是哪里 他剧里面没有伦敦 叫《红宝》 他们称《红宝》 美国作家马丁 写的小说 就以他做伦敦 他外面不是有河吗 叫《泰晤士河》 他是 也是英格兰首都 所以英国呢 他有四个首相 英国当然有首相 那怎么有四个呢 另外三个 苏格兰 韦尔斯 跟培尔兰 也有首相 但英格兰也有 当然 英格兰首相 同时也就是 英国的首相 就像美国 他有五十一部宪法 五十个州各有宪法 各有参政委员 他是 也是英格兰首都 他是一个全球化 全球大都市 还有金融中心 你看英文式的 英国式写法是 RE 不是ER 美国美式写法ER 所以我们从呢 一些拼字 还有发音 就知道 到底是英文写的 或是英文的讲话 还是美国人 而总人口呢 超过 这个 一千四百万人 光是 倫敦 然后 艾丁堡 卡蒂福 埃尔法斯特 分别是 苏格兰 威尔斯 及埃尔兰 各自 分别是 这个 National 他也算国家 但不是我们讲的国家 就是 英国分四个部分 这四个地方分别是 他们的 首府 我们讲首府 其他主要的城市呢 还包括 波米罕 曼特斯特 里德 格拉斯哥 或者 以及 利物浦 苏格兰呢 威尔斯 跟北亚兰 都有他们 各自的政府 地方就是 宜交 各样 就是 英国 联合王国 送予他们 转让他们 赋予他们 各自的 政府 所以他们 四个 各有各自政府 各有各自政府 每一个 这四个 都有 等于是三个 都有 原来英格兰不算 英格兰就 几乎跟 英国 联合王国 是重复的 这三个各有各自的 variant 就是各自不同的 权力 所以 英国 变成 世界上 第一个工业化国家 然后 有 在19世纪跟 2世纪初期 最先进 FORMERS 最好的 最顶端的 最先进 各种的能力 科技 它是一个期间 就是 unchanging 没办法被挑战 就是 全球的 Hedgeman 这个字 一定叫霸权 全球不可挑战的霸权 在英国常常用 太平盛世 太平盛世 就像汉堂盛世 大不了 盛世 在21世纪的时候 现在21世纪 英国 仍然是一个 Remain 仍然是 当它给它名词 名词 就是 剩下东西 或是残害 遗害 至今 但是这回事 英国仍然是 一个 强权 然后 也是 正是 很有影响力 英国 是世界上 第六大 第六大的经济体 就是 用什么来说 用GDP 就是 the nominal 是 因为经济学上 有明目 跟实质 扣掉明目 一些东西 跟实质 比如 明目所得 就是 表面上你赚多少钱 比如 明目所得 老板说 给你五万块一个月 可是你实际上只拿四万五 为什么拿四万五 那五万块叫明目所得 讲是讲五万 可是 那个实质所得 substantial 实质所得 十万五 为什么 五千块要扣掉 税 一些劳健保等等 最明目的 就是 Gross 是总体的 国内生产 就是国内生产 就是国家经济 整个生产力 用美金来算 然后 这个 军价 军价购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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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ity 的均衡 什么意思 就是 每个国家 比如说 买汉堡 买汽车 买房子 买什么地区 因为美国每一个国家 币值不同 就是说 你买汉堡 比如说 一个大汉堡 美金 美国要多少钱 买一个 英国多少钱 台湾多少钱 用这个来算 它是被承认的 一个 有核原子弹的国家 Rank 排名 排名 军事支出 expandage 就是花费 钱的花费支出 全世界第四大的 军事支出国家 到了2022年 它有最高的军事花费 在全欧洲 所以全世界 英国 它军事花费 国防支出是第四大 欧洲它第一大 它也是一个永远的成员 我们叫长城理事博 就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自从1946年 三十年开第一次会 第三段 是 世界 после 全国 对 美国 第二集合法 السcions the UK is also considered a part of the big four or G4 an official group for the European nations it was a member state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and its successor, the European Union 英國是一個成員 我們叫做大英國系 然後也是歐洲議會 都是他們的成員 這些都是國際組織 集成的其他工業國 然後十國組織還有集團體 就是世界先級的二十個國家 我們叫五眼聯盟 就是央國上去白人的國家 他們主要是軍事情報 互相分享消息 你看每個大英國的國家 英國美國加拿大 紐西蘭澳洲五眼聯盟 然後聯合國 北大西蘭公園主持 這AUKUS是比較特殊 就是英國美國跟澳洲 它特別三國聯盟 等於是小五眼聯盟的意思 然後經濟合作發展主持 先顯是OECD 英國就是國際警察主持 然後世界貿易組織 然後世界貿易組織 WTO 然後英國呢 它也參加了CPTPP 就是一個主要的貿易 Trace貿易block集團 在印度太平洋這邊 然後在2023年 他conclude是地級 地級 就加入 他這個 Regarding its session 就是因為 因為那個英國女王過世 所以過世 他要等查爾斯登記 而session要登記 要登記以後才加入的意思 才簽約加入 英國也被認為是 Big Four 四個大國 是一級副 它幾副是一個 一個非正式的組織 就是四個歐洲的國家 那四個就是四強嘛 美國嘛 不是 歐洲就是英國 法國 德國 意大利 就是四強 所以它是這些國際組織的成員 他也是一個 一個國家的一個成員 就是 我以前叫歐洲共同市場 最早 後來改名 Success就繼承著 後來就叫歐洲聯盟 就從1973年 他加入 然後2020年退出了 我們再看 我們跳到英國歷史 The Roman conquest beginning in 43 A.D. At the 400-year road of Southern Britain was followed by invasion by many Anglo-Saxon settlers reducing the botanic area mainly to what was to become Wells Commonwealth and until later stages of the Anglo-Saxon settlement that had outlived Northern England and parts of Southern Scotland as the region as the region settled by the Anglo-Saxons became unified as the Kingdom of England in the 10th century Meanwhile Gaelic speakers in Northwest Britain with connections to the northeast of Ireland and traditionally supposed to have migrated from there in the 5th century united with the Picts the Kingdom of North Carolina in the 8th century 這是講英國歷史 英國當然有 始前時代 已經不可靠 搞不清楚 接下來 有記錄了 最早是 開亞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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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我們講 英格魯薩克遜 後來 那他這邊沒有提到 開亞特人 那是最早 然後這邊直接跳到 羅馬 羅馬帝國 羅馬帝國是 入侵 跟統治英國的南方 那北方就是開亞特人 這邊講 羅馬帝國 古羅馬帝國 征服了 在AD就是西連前 43年 去政府 他主要是南邊 然後 統治了400年 這邊是南部 英國那時候 一般人看不懂 南部呢 北部呢 北部是我剛才講的 開亞特人 那當然 羅馬帝國把開亞特人 當成 蠻族 那接下來 接下來 有誰入侵 就是 亞古羅撒克遜 登上女士舞台 Germanica 香港好像是德國 但是原來是日爾曼 日爾曼 日爾曼是歐洲偏北一點 這是很大的民族 很多分屍的種族 日爾曼的 英國撒克遜 意思就是 英國 英國是一種族群 塞克森是一種族群 因為後來兩個合併 所以習慣上英國撒克森 他們都是日爾曼的一支 西日爾曼的 他們的移居者 就減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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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們入侵 就讓原來的蘋果 羅馬帝國那些 就減少了他們的區域 他們主要是在 然後 主要是威爾斯 然後 然後 直到後來 後來一個階段 就是 雅路撒克森他們地區 就變成叫做 黑恩爾格 就是 英國的 北部英國 還有這個 南部的 這個 蘇格蘭 他們地區在哪裡 雅路撒克森 那大部分區域 就是被這個 雅路撒克森他們 一區 再都是第一區 下來 然後他們 因為 這雅路撒克森 本來是雅路 因為當初最早是 三個族群過來 雅路撒克森 他們合併 還有一個 皮克特人 後面會提到 雅路撒克森他們合併了 合併了 所以 所以 碧雲火全力之爭 就是有七國 沒有錯 因為雅路撒克森他們 入侵英國 真的是變七個國 那這變七國 然後後來合併 合併變成 英格蘭王國 然後在十世紀的時候 合併 這就是 碧雲火結束了 碧雲火 講的七國 就是他們合併之前 確實有七國 同時間 前面講的 凱雅特人 他們說凱雅特話 叫先住民 在西北 在英國的西北 他們跟愛爾蘭 東北方式的顏色 就傳統上認為 這些先住民 要講凱雅特話的 他們是移民 五世紀的時候 從那邊 從愛爾蘭那邊移民過去的 然後他們跟 前面講的 皮克特人聯合起來 然後他們就是 創造 九世紀創造 蘇格蘭 所以那時候就是 基本上分兩大部分 不管從最早的 凱雅特人 然後 他後來變北方 那個 羅馬帝國 南方 然後這時候 羅馬帝國 勢力摔圍了 然後 Yangro Satchin進來 那個就把 羅馬人趕走了 趕走了 然後 然後 就變成 Yangro Satchin 就變成 那個 就變成 那個 那個 以這個 南方為主 然後那個 原來 凱雅特人跟 那個 艾爾蘭人 艾爾皮克特人 他們就變成 在北方 因為地圖上 英國蘭在南方 蘇格蘭在北方 然後 我也是在西南方 北洋蘭在 龐米蘭島上的北方 之後 南方 以南方 以西日 南方 北方 北方 東方 南方 東方 黑白穆ens刀仍被ゆcü手持在每对础计中有一天的国家则在于哪个中美国金智厅扪断 许多军您玄套 藤都是不喜欢的 将其成休暇大户了 因此 Bond � qualifying的 Y messenger军 加坡口 在西元1066年的时候 诺曼 这时候又来了 北方人 诺曼叫北方人 叫Northman 北方人 其实是帕国 讲是讲北方 这是入戚英国 就是我们讲征服者威廉 威廉一世 从法国的北方 在康克人统治了英格兰之后 他们也攻去了威廉四 然后也征服了爱兰的许多地方 然后他们也被邀请去移居到苏格兰 随着等于法国 所以英国有很多法国的文化在里面 然后法国统治了如期 在统治了大部分的英国以后 然后就让英国变成了分封制度 绝对了什么 分封制度 又变了很多的效果 封建主义 封建国家 然后有很多北方的法国的一些生活模式 一些法国文化都在里面 而这Anglo Nerman 那时候就变成了北方的 就变成了法国的Northman 还有原来的Anglo 他们混合在一起 统治阶级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他们也慢慢生变成同化融化 就是族群融合 跟当地的种族大融合 就像中国北方的匈奴 五胡乱华 结果又跟汉人融合在一起 所以像中国人大明年 大眼皮 就是比较纯重的汉人 你看有些像河南北方一点省份 像很多明星 他说鼻子那么高 眼睛那么大 嘴唇那么薄 他就混到 混到胡人的血统 所以中国人 有些是脸比较平一点 就原来的汉人 有些轮廓很突出 他就是混到五胡乱华 混到胡人的血统 就像台湾 有些人头发带一点棕色 是带一点点红 五官轮廓 以前混到荷兰血统 或其他的洋人的血统 所以你看它混血都是五官比较突出一点 而接下来到了中国世纪的英国国王 外甥就政府了 乌尔斯 然后也想征服 并吞 NX合并并吞 苏格兰再没有成功 而这里就宣称 坚持 宣称这个独立 1320年在这个 艾伯洛宣称它宣称独立 就是苏格兰说我是独立的 maintain 维持它的 从这个宣言之后为它独立 虽然 耳必是 文言文 就是虽然 虽然它跟这个 苏格兰跟英格兰 常常有纷争 所以以前历史上 苏格兰跟英格兰不和 当然 后来合并了 当然合并是 英格兰有五力 这边是 大部分的点 就是说过来一个 这边是 这边是 大部分的点 就是说过来一个 在合并 变成大不列颠旺国 171 1707年的时候 这个大不列颠旺国 正式的成立了 形成了 但是什么的结果就是 他们有一个条约案 这就是条约的意思 就是联盟条约在1707年里 然后这国会通过 英国跟苏格兰的国会都通过了 Retify是批准了 这个1706年的这个合并的条约 所以就变成两个王国做合并了 原来也可以是合并 也可以是团结 然后这边就跳到 跳到这个20世纪 因为中间有些太琐碎了 Postborn 20th century 就是战后 就是它里面是一次世界大战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Post-Jahomea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The UK was one of the big three powers along with the U.S. and the Soviet Union which meant a plan to post-World War It was an original signatory to a declaration by the United Nations After the war, the UK became one of the five permanent membe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and worked closely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o establish the IMF or Bank and NATO The world left the UK severely weakened and financially dependent on the Marshall Plan But it was spared the total war that devastated Eastern Europe 这边是一次大战把省略掉 就是在二次世界大战 的时候 Jolene是在什么期间 英国 他是世界三大强权 另外包括美国跟 中国 本来有时候讲四强 那这边他就把中国去掉了 他说为什么没有德国张败过 日本张败过 他们聚会在一起 互相见面 要去 看这边是动词 去计划 中文的名词 动词都计划 这边动词计划 就是战后 而是让你结束之后 世界要怎么规划 什么意思 你是日本啊 有谁占领啊 德国有谁占领啊 意大利怎么办 这个意思 他们也是 这联合国 这个宣言 就要设立联合国 他原始的签约国 在战争之后 英国变成了 这个我们叫联合国常任理事会的永久会员 五大常任理事国 然后他跟那个美国 这个很亲密 亲密伙伴 亲密的在一起 工作 然后建立了 IMF 国际货币基金会 世界银行 跟北大西亚公园组织 那种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orth Atlantic 北大西亚 加码距离 Organization 公园组织 然后这个 这战争的就是 二次世界大战 二战 然后这个英国 这个 变得很衰弱 因为它被希特勒打到 快挂 快不行了 国力衰微啊 然后经济上 他还依靠马西尔计划 什么叫马西尔计划 所以我们说 全世界欠美国人情啊 因为 二次大战 欧战啊 这个 当德国 意大利啊 这战败啊 就很惨了 国力就不行了 你说英国 法国 也是受人大的创伤 结果大家都没钱嘛 都附近战争 打得不行嘛 都没钱了 过得很差啊 要恢复啊 所以美国就有马西尔计划 去援助欧洲啊 让整个欧洲 变成复兴起来 所以英国啊 那时候没钱 就靠着美国的马西尔计划 马西尔计划 马西尔计划 花在英国最多啊 所以为什么 后来人家说 奇怪 为什么英国那么听美国话 因为 美国是大战的时候 就是 从美国到加拿大 这个 有很多物资去救 救救 救救英国啊 然后还不够啊 趁着完了又拿钱啊 马西尔计划 又拿钱给你 所以英国我欠你很行 所以二十大战以后 你美国做什么我都听你啦 就这个意思啊 但是呢 这个战争啊 就是让英国没有陷入 没有卷入啊 就是圣语啦 饶恕啦 就是没有卷入到 总体战争啊 就是 这个 就是欧战啊 这个让东欧啊 随时残重啊 我说什么意思啊 因为 英吉利海峡嘛 它隔一个海嘛 在西部嘛 所以 就 并没有受到这个欧战的影响 然后这边跳到二十一世纪啊 所以英国呢 所以英国广泛的支持美国的approach 方法 就是要反恐 在21世纪的初期 Country-20就是一些争论 争论什么样的就是很多争论包围 就是什么意思 有很多争论就是有一些英国的海外的 不列颠的海外的军事的设施 Pro-Emmers部署设施 尤其在阿富汗跟伊拉克 就是英国不高兴啊 怎么花那么多钱啊 怎么这个宗宗哥无冤无仇啊 这美国老大哥啊 本来以前独立战争的时候 英国是爸爸 美国是儿子 结果二次大战以后 美国变大哥啊 英国没下老地啊 什么随便啊 都是跟着美国走啊 美国反共战争是美国去打 英国怎么也花钱啊 花军人啊 又在伊拉克犯部署 所以老百姓的看法跟政府不一样嘛 因为政府是延续的嘛 老百姓是不管老百姓 以前的时候我不管啊 现在你干嘛跟他去 政府啊 政府就不一样 他延续了 大家忘记了吗 老百姓他是没有帮我们那么多忙啊 不是美国我们早就惨啊 所以我们现在要跟着他 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有时候政府跟老百姓相互不一样 因为政府是连续下来 整个从历史上也要看嘛 老百姓是不管嘛 有时候你爸爸做什么事 我一直忘记了 我一直都在说这个 我们都在说这个 我们是共和平洋 那里的 我们是共和平洋 那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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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leave the europe european union as a member state the uk led the eu 31st january 2020 and completed its withdrawal and fall at the end of the year on 1st may 2021 the trade and the cooperation agreement came into force which was a free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the uk and the eu in 2016 when it was 51.9% from the 100% of the US 超过五成 英国的选民、投票人 赞成投票 要离开欧洲市场、欧洲联盟 不当他的会员国 英国离开欧洲联盟 在2020年1月31日 31日不能连31 因为它是第31天的一日 完成了 退出 在那一年年底 到了2021年5月1日 要订了贸易合作协定 不是什么武力 就是实施签订 然后它就是一个自由 贸易自由 因为它退出欧洲联盟 但是还是建立自由贸易协定 第3重症 第3个疫情 第4弹欧洲 灝没人 灶连 19 疫情 这个疫情 疫情 which allow them to rule out the vaccine nationwide quickly 就是新冠肺炎 当然有人讲武汉肺炎 新冠肺炎 这个 这个 这个传染病 这对英国造成很大的冲击 这不也是严重的冲击 对经济 造成了很多地图群 就是动乱 不安 对教育 因为很多学校可能不能上学 要远去教学 当然很混乱 而且有一个很深远的影响力 对社会以及政治 在2020年都影响很多 英国是第一个国家 在世界上第一个国家 就是核准了COVID-19的疫苗 Vaccine疫苗 他们也发展研发出了他们自己的疫苗 Between就是在谁之间呢 有这个牛津大学 还有这个制药公司AstraZeneca 共同研发完成疫苗 让他们可以很快地在全国新 分发出去 像滚栋嘛 滚栋手机要分发出去 这个疫苗 8 September 2022 Elizabeth II Dellorne Levin Ellorne Reign British Monarch Dying at the age of 96 Apple Queen's death Elder's child Charles Prince of Wales Exceeded G British 之下 The new Sample 我们都有正式的封号 它的封号就是 我也是王子 A city就是登基 就是登基就叫查尔斯三世 那就表示前面还有英国的伊勺 还有查尔斯一世二世 Geography 这边提到了 这是英国的地理 地理情况 The total area of the United Kingdom is approximately 244,820 square kilometers The country occupies the major part of the British Isles occupiable And includes the island of Great Britain The northeastern one-sixth of the island of Ireland And some smallest surrounding the islands It lies between the North Atlantic Ocean And North Sea With the southeast coast Coming within 22 miles Of the coast of northern France From which it is separated by the English Channel 其实英国总面积 Prance Mill 也就大于244000平方公里 也就是9万多平方英里 Square miles The country 这国家 也包括了英国的本岛 还有爱尔兰 它旁边是爱尔兰大岛 爱尔兰的北边的 大概6分之1 最北边 就是北爱尔兰 一些小岛 海绕在英国四周的一些小岛 难算了很多 它这个英国那些 就是它位置在那里 位于这个北大西洋 还有北海 还有一些东南方的一些海岸 然后距离大概22英里 这是距离英国 距离法国北部 这一级的海峡 这到22英里 这就是一级的海峡 说两个歌曲 那这边是 英国气候 Mence in the United Kingdom has a temperate climate with generally cool temperatures and plan for rainfall all year round The temperature varies with the seasons the southern dropping below 0 degrees centigrade or rising above 30 degrees Centigrade Some parts away from the coast of upland England, Wales, Northern Ireland and most of Scotland experience a subtolar oceanic climate Higher elevations in Scotland experience a continental sub-arctic climate and the mountains experience a tundra climate 英国大部分的地方 都是有一个比较temperate 就是比较宜人的 比较适当的天气 就是不是太冷 不是太热 但是当然它下雨多了 通常都蛮凉爽的 这气温都蛮凉爽的 其实不是高温 可是也冷不到哪去 大部分 当然有些地方就比较冷 后面有提到 然后一年 今年 就是整年下雨量很充分 它的温度 平均温度 就是变化 各种季节变化 但是很少 一般很少 它附辞很少 很少在零下摄氏 摄氏 摄氏零度 就是华氏 Fahrenheit 32度 很少零下 也很少超过30度 就是华氏 摄氏30度 华氏86度 就有些地方 就是 远离了海岸 就是一些高地 不然就比较高的 高地的英国 英格兰 越高越满会冷一点 海沃氏 还有北亚兰 还有大部分的苏格兰 所以苏格兰很冷 苏格兰是高地 他们都经历了 摄氏普帕尔 就是极地 就是海洋型 帕尔就是极地的南北基 摄氏普的次 就是没那么冷 但是比较冷一点 一些 这个高地 往上 这边是 就是高地 苏格兰高地 也经历了 就有大陆型的 赤或者压 极地的气候 就比较冷 那些山区 就有洞源 常常是洞源 就是有冰雪 冰雪 因为高原 山地 都有时候会积雪覆盖 就是像洞源 冷冻的洞 平原的源 然后这边讲道 英国的政治 政府 政治提示 The Constitution of another kingdom is uncodified and consists mostly of a collection of disparate invading sources including statutes judge-made-the-case law and international treaties together with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s Nevertheless the Supreme Court recognizes a number of principles underlying the British Constitution such as 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 the rule of law of democracy and upholding international law 就是 英国的宪法 是uncoded by code 就是 本来就是 写出来的意思 当然有人翻译密码 但是uncoded by就是 没有写出来 没有编码 没有写出来的意思 就是不成文 就是一种习惯 所以美国的宪法 台湾的宪法 中美国的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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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钢筋宪法 就是成文宪法 就写出来的 所以英国是用很多惯例 所以他们没有写出来 那包括 主要包括了一些 clashing 一些集合 就是一些 就是各式各样 desperate 各式各样的 就是一些 书写出来的一些资料 当然都知道政府的 就是包括一些文献 或者一些判例等等 也包括stations 一些司令 一些政府发布的命令 或一些国家发布的命令 还有法官做成的判例 判例法 以及国际条约等等 这些都算在 当然有一些 比较重要的 都算在英国宪法里面 意思就是说 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 是威胁最高的 另外也包括一些 宪法的一些 开会 做成记录等等 都算 然而呢 这个 英国最高法院也承认 一些 有一些的原则 就是 也在 隐含在 英国宪法之下 包括 这个议会有主权 议会它有些权利 你不能随便 军人警察进去 他有些 他的权利 也算在里面 然后 法治 人民要遵守法律 还有民主 还有 uploading 就是支持国际法 这些也算 这个英国 这个话也算 也算是法律 算是不成文 一些习惯 一些判立 一些国际条例 parlament就是英国国会 The UK is a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operating under the western western minister system otherwise known as a democratic parliamentary monarchy The parlia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is sovereign It is made out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the House of Lords, and the Crown The main business of parliament takes place in the two houses Bed royal saint is required for bill to become the act of parliament I.E.Law I.E.就是提示意绩 英国 它是一个国会的民主 它怎么操作呢 在 我们叫西敏市 西敏市的系统 什么意思啊 这一半看不懂 西敏市 什么英国为了戴阿娜 戴阿娜什么王妃 结婚在西敏市 他们还是教堂 但是跟这个 跟这个 国会有什么感觉 因为国会在里面 像美国的蔡农良 叫国会山庄 台湾立法院 存在立法院里面 中国大陆两会 人大 人大 政协 两会 它有办公地方 英国国会叫西敏市 或者叫西敏公 这叫国会系统的意思 也被称为一个民主的 国会的一个君主 是什么意思啊 君主立宪 君主虚伪元首 可是要尊重 它有它一定的效力 我们知道 百乐门 巴黎门 就是国会 英国的国会 它有它的主权 它有它的相当的权力 英国国会是 就是组成 它是由哈绍康门 以及哈绍罗尔组成 还有克兰 什么意思啊 这很多人不知道 英国国会有三部分组成 哈绍康门 叫平民院 最早是 就是 罗马帝国的时候 叫做平民院 他们又 所以我们又相对的 就是 平民院 叫老百姓组成的 还有 贵族院 或者叫元老院 就贵族组成的 那贵族的也叫上议院 平民叫下议院 到了美国 又变成了贵族院 上议院 参议院 下议院 平民院 也变成了 中议院 所以这边 哈绍康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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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下议院 或者像美国的中议院 它说罗马帝国就是贵族 就上议院 贵族院 元老院 或者参议院 以及第三个 就是 殷王 或者国王 有三部分组成 所以一般说 国王也算算 後面我提到 Mainbase主要的生意 這邊都不能當生意 它主要的工作 百樂門、巴黎門 國會主要的工作 主要是在這個 兩個house 就是 上議院跟下議院 在那邊舉行 但是呢 需要皇家的同意 所以你這個上議院 通過了法律 不能不算 要經過皇冠 以前女王媽 要經過她同意 才會變成一個 法案還沒通過 要她同意之後 才會變成法律 這邊談到英國經濟 The United Kingdom uses the pound sterling which is the worst oldest currency that is still in use that has been in continuous use since its inception It is currently the fourth most traded currency in the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and is the world's fourth largest reserved currency after the dollar euro and yen London is the world capital for foreign exchange trading with a global market share of 38.1% and 2022 with a daily 7.5 trillion dollars global turnover s Since 1997 the Bank of England's Monetory Policy Committee Headed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Bank of England has been responsible for setting interest rates at a level necessary to achieve the overall inflation target for the economy that is set by the chancellor each year London is the where's largest insurance and re-insurance market and is located in London UK 所以這一半看到這邊 可能看不太懂 這個英國 原文王國 使用英鎊 我們英鎊就是 我們一般是講 pump 可是他後面也講 stealing 就是英國的國幣 我們就說 使用英國國幣 或者英鎊 而他這個是世界上最老的一種貨幣 在currency這邊 貨幣的意思 currency一般是當時 時下 但是另外一種貨幣 現在人在使用 所以一般歐洲用歐元 美國外用英鎊 美國外用英鎊 然後他是 自從 inception inception就是開端 自從開始用 一直持續到現在 而他是世界上第四個 最經常使用的貨幣 在外匯市場上 然後也是世界第四個 外匯準備 就是我們講外匯存體 像台灣外匯存體 譬如2000多億 3000多億 整個大陸更多 美金 台灣是美金 那有些就用英國 外匯存體用英鎊 世界第四個 僅次於 美金是第一大 然後第二大歐元 第三大日元 第四大英鎊 人民是世界的首都 這邊當然不是首都 而且當世界中心 就是外匯交易市場 世界最大 他有全世界外匯交易市場 他佔的比例 金額 交易金額佔了快四成 很高 2022年 然後每天 Dairy就是每天的 信用詞 Trader就是Job 一般符號 全是講美金 不講英鎊 英鎊是像L字 來符號 美金交易金額七兆五千萬 七兆五千億美金 這個交易量很大 Trader就是交易 就是交易 它本身轉換也是輪替 轉換就是交易額 一下買一下賣 這樣子 自從1997年 這個英國的銀行 Balach Palasic Medi 等於英國中央銀行 它有一個貨幣 政策委員會 它是由誰當領導的 就是Banker England 就是美國中央銀行 台灣有中央銀行 中國大陸中央銀行 叫人民銀行 英國的 美國的人民銀行 美國的中央銀行 就叫聯準會 聯署會 聯邦準備理事會 所以有些叫Sentral Bank 它在英國也是不叫Sentral Bank Banker England 你不要以為它普通的銀行 它是英國的中央銀行 中央銀行什麼意思 它叫銀行中的銀行 就是銀行有錢不夠 要跟中央銀行借 銀行的錢太多 沒地方擺就擺到中央銀行 是這樣 它是由中央銀行的領導 來 同時當這個委員會的領導者 它有什麼責任 就是去設定利率 利率 利率水平 到底利率要調高 降低 這個利率要怎麼調 它跟什麼有關 要跟整體的物價通膨 這個物價通膨 物價通膨 物價會上漲 它跟利率都有很大的關係 就是跟經濟有關係 然後利率的水 通貨膨脹率是由Chancell 就是總理 也就是英國首相 每年要訂定 意思就是說 白本就說 英國首相要訂立 他要施政 就說今年我們預估 我們的通貨膨脹率會多少 根據這個首相訂出來的通貨膨脹率 然後中央銀行跟這個委員會 就要設定利率的水準 這個意思 在諾爾一般派人老哀 倫敦的一個老哀 它是一個保險公司 是世界最大的保險公司 最大 然後再保險 也事實上 最大再保險公司或市場 那什麼意思 那保險公司 它聽得懂 它是再保險 因為保險公司又吃不下來 保險公司 預期不好 不到可不來 進行戰爭什麼時候 賠不完 它沒錢了 要破產了 它就是 再去跟再保險的公司 去這個 借錢 不然會倒掉 所以 保險公司是對一般老百姓 一般大眾 可是運氣不好的時候 它有 就像銀行 錢不夠就跟中央銀行借 那保險公司 有時候 這個支付太多 不夠就跟再保險公司 所以再保險公司更大 可是它跟一般老百姓 不會接觸 所以諾爾它選擇最大 它本身就是保險公司 它本身也是再保險公司 很大 它位於倫敦 最後這一段 就是 英國的科技 英國的科技 英國領域的領域 史上菊戰�, 學家東首次第 siglo18世階, international revolution and has continued to produce scientist and engineers credit with important Their theories were of Newton's laws in notion and elimination of gravity had been seen as the keystone 是一種科學的科學這ously有史學技術的大學 《發展為科學》的廠牲 史以外細胞學院路由於学校的科學 就在《科学學》前期設計了 伊德勢在於智駭生理論文的科學 幅提出出 hed gespannt 是個學習的科學 再次回到學校學系和科學技術的科學 他在過去的科學科學院 ate一個教學 以下課題 中學科學技術的科學 英国的科技,英国跟苏格兰就是一个领导中心 就是我们说工业革命的科技革命 就从十几世纪开始 所以西方为什么那么先进就是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是英国开始的 英国就是领导了工业革命 从十八世纪开始 然后产生了很多的很伟大的科学家以及工程师 就是他们被认为 本来是被赋予什么使命 被灌上什么头衔 就他们被认为 他们就是造成了这个欧洲 有很多的科技的进步 一些主要的理论家 这十七世跟十八世一些理论家 包括埃塞跟牛顿 就是牛顿 就是地形引力 它不是发明 发现 发明是吴宗生有 发现就是本来就有 所以发现地形引力 它不是发明 low motion就是动力 就是力学 我们讲牛顿力学 这low不是法律 就是原则力学 illumination of gravity 就是地形引力 illumination by 照明 就发现地形引力 就发现地形引力 就是被视为 是keystone 就是基石 一个基础 就是现代科学的基础 就是现代科学的基础 而从19世纪开始 在Charles Darwin 就是大文 物经天则 进化论 而他的理论 就是进化理论 就是nature selection 就是物经天则 天眼论 就是一个很基础 就是现代的生物学的基础 MGS Maxwell 他这个人 他是 他形成了 方面的就是 制定 形成了一个古典的 一个电磁学的理论 然后现代的Steven Hawking 就是霍金斯 过世了 他也有这个肌肉 筋动症 就是几乎不能动 只能眼睛动一动 也不能讲话 所以后来 科学家就做一个 像电脑一样 他可以 可以这个 用电脑讲话 这很可疑 这很可疑 他今天要死掉 他 Hawkins 他那个 Elevens 就是 Elevens 就是提出来 提出来一个 主要的一些理论 就是在宇宙 宇宙的厂 宇宙的力厂 能量厂 还有Quantent 就是量子 量子力学 外国力就是引力 量子引力 量子力学 Evistagation 就是调查 就是研究力士 研究黑洞 这都是英国有名的 科学家 这一集 信息量很大 所以你就照过这个 所以你以后 看到外国人写的时候 也可以照过这个方式 把他这个断句 把这个最重要的动词找出来 然后念的时候 不必急着念很快 念得很清楚 慢慢稍微再念快一点 然后这一集也顺便了解一下 英国的种种 这一集讲证 être一集 的 就是 你看走